但是他不愿意 他说我一辈子收藏 我愿意 完整的托付给一个人 当我听说了以后呢 我就去了 去了荷兰的海洋 去老头家 我就特别受感动 第一老头啊 你知道外国人 这老头是个心理医生 心理医生 你知道在国外很挣钱 但他不会开车 你就可见他有多老实 你让他多了 就特老实的人 身举警数 对 我就说我要买东西 巴就给我一盘 连问都不问你 我拿着那盘吧 自个儿在外头 偷偷地举两下 这特高兴了 你能想象吧 那时候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可是你到会场就不行了 到会场这盘啊 不是不敢举 就不敢拿 因为你老怕人家 误认为你在举盘 你明白我这个 你怕假装一挠头 人家说你举 就是特紧张 轮到我买那东西了 听不懂 文物法也肯定了民间流通文物的合法性 随着文物市场逐渐兴盛 民间古玩市场也随之发展起来 从一些不起眼的零散地摊 发展成今天远近文明的收藏品交易市场 北京的潘家园 便是上上下下收藏者最喜欢去的地方 今天的潘家园 已经成为中国内地古玩最大的集散地 每到周末来自世界各地的陶客们 晃动着